他自己本身有在家裡做手工 这一点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如果说他完全没有谋生的能力 那我就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他自己有在家庭里面做手工 平常他有还要孝顺爸爸妈妈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有刚刚讲到一句话 他虽然穷 穷得很有骨气 他也坦白跟我讲 他说我这个月因为妈妈怎么样 还少个三千块 少个五千块 我二话不说拿起来就给他了 因为我确信从来他没有给我奢欠 我纯粹是帮忙 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这个样子两次 因为 你只是要问他事情解决了 对 对对 我不知道啦 但是有些人呢 我坦白讲我也不便讲的太多啦 其实他无外乎就是也要想要当面谢谢我们啦 我看得出来啦 可是上空过来的时候 我闪我就没闪了 但是我整个嘴巴麻掉 我就顶在那里而已啦 没有说有一个什么联动的行为出来 就这个样子 你总要先满足他 情绪让他先缓和嘛 好啊 我们好回来啊 这样 要不然 没有 你在车子里头你要怎么推 他跟你拥抱的时候拉得很紧耶 我有稍微拨一下 我说不要这个样子啦 不要这个样子 不晓得这里头人家有没有装毕露啊 就这样子 我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只是在街边漏脚的时候 我们稍微进去坐一下 踏踏着巴的就走了 但是这个动作让我心里面 我开始在产生保护自己 所以任何的一个亲密的动作 我尽可能的去闪得远远的 刚刚一周看又加码了 2009年阿丁是有在上摩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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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千真万确没有 如果那个时候有的话 为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不爆料呢 对 那刚刚讲的 他现在要多假一些 多怎么样 其实 我都没能解释啦 但是绝对没有 没有 老婆有叮咛我一句话说 今天下午的记者会 人家已经受到伤害了 你在发表你个人的意见之前 要帮这一个女孩子 再留一个颜面 不要再造成第二次伤害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婆啦 就这个样子 所以您认为这个行为 到底算不算是外遇 我认为应该算是巧遇啦 对 外遇的话就是 脑筋里面有想好 我什么时候跟你约见面 心里面已经有谋略在里头了 那他是在一些突发状况之下 透过需要我的帮忙 就这样子 我也答应他 答应他 我就简单 那我以为说 我坐在车子里面 一脚在外面 然后他就启动 他说 我们走一段再聊这样子 我说不要啦 他说没关系啦 没关系 我自己就很愚蠢的 这个右腿伸上来 门啪就关了 他就走了 就这个样子 那其实就要问一下 你们大概总共事件是多久 那为什么会 刚好就这么两次 这么两次都被拍到 OK OK 应该这样子讲 大概有五年多了 有五年多 那为什么这两次被拍到 那么其实 从周刊爆料里面的微墨细节 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有人或许是他身边的朋友 或许是他跟我互动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这个危机点 然后跟人家讲 那或许人家有心人事 就抓到这一个尾巴 然后跟周刊爆料 不然说真正的 我当时要出问 我当时要怎样 我自己就不知道 他为什么可以盯得那么紧 但是我一点都不错怪 是我自己做这个事情了 思考欠周详 就这个样子 主观讲 您是说 你认识我们的工作 比较亲密这样子 没有比较亲密啦 一般一般就是 就是有联系有互动 他打电话问我们说 金匠肉丝怎么吵 有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啦 嘿 那么从刚开始很深色 到慢慢慢慢 他也或许认为说 我们待人处事了 非常的随和 他很乐意打电话给我们 就这样子到后面 慢慢慢慢次数多了 次数最多应该是讲今年啦 今年真的次数就蛮多的 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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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三个问题好不好 年内你只有这两次有放火点吗 对 就最后这两次啦 因为之前喔 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啦 那我会让他车子开进去 其实也是之前 他对我们都没有像 后面这两次来的那么大胆 讲真话 我就是想问一下 昨天出席 但是好像这种媒体 先问过一件事 你那时候老师说是亲戚 来跟你借一些 那今天怎么会变成机会 没有 我 没有 我没有讲过这一句话 我确实有借钱给他 他怎么会算是我的亲戚呢 师傅请问一下 如果觉得说 你的认知跟周刊今天报道 出入的话 那会不会想要提到 不用啦 不用 冤家移解不移接 我相信周刊要报 他有他的专业角度 他有他职场需要应付长官的部分 我也确信 他对于报道的公平度 他都有想到了 可是他想到他能不报吗 他的主管硬要他上 那如果还要他特别上封面 把色彩安排得那么漂亮 我相信今天的这一集啊 绝对卖个几十万本没有问题 我也期待一周刊 真的卖到那么好的成效的时候 你就同情同情阿基斯吧 买一个什么安慰的小礼物 送给我好不好 拜托拜托 谢谢 他有问题好不好 那是怎么能确定老婆真的 不会难 我们这些女生 心中在痛苦 不会 不会 因为我跟我太太 几十年的夫妻啊 讲真话 他永远一路都是对我相挺的 那他说我会说他不会难过 因为刚刚在来的时候 他亲自打电话给我 他说老公 你等一下的记者会讲话了 不要再对人家做第二次的伤害 那不管如何 我们绝对相信你 你一定要老实讲就好了 你不能够撒谎 撒谎的话 一句谎话 明天可能要讲十句 再来解读一遍 所以我非常相信 不会啦 不会啦 不应该讲说默许啦 只是说他也是佛家 他也是阿弥陀佛的一个 很传统的一个典型 以前的农家的村女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他的礼教呢 包容度呢 是比较好一点 我们以前不是 我们以前都说 台湾人 十五人 都说菜籍的名 对不对 他明明他很委屈 但是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这个王子 他也是一路头巾到买 所以这一份的情呢 变成不是这一辈子欠他 我下一辈子 可能还都还不清啦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那个带子的东西是 那个带子的东西 你里面就是 我有关心他 你晚餐吃了没 那有去买的一些 简单的小盒的果汁 几个面包 就一个带子 拎的这样子 就这样子啦 蛤 蛤 总共这样私下见面几次 然后总共借过给他多少钱 借过给他多少钱 应该是这样子讲啦 次数十来次有啦 但都是几千块几千块啦 大比的倒没有啦 所以如果说 这么一位陈小姐她 心速不正的话 或许像她这种场合 大可以跟我拿个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怎么定位 阿基斯 射心上来 被人家敲竹杠 仙人跳 那就是你有动心过吗 没有 我彌陀佛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各位媒体 就是从原本 你就询问我再谈 让你们谈 那么询问的次数多啦 就慢慢慢慢 你也感觉我很缺和 我也感觉跟你在一起 互动谈话聊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严厉 阿基斯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从来没有跟陈小姐 动过气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情 他只是一个朋友 但他不是 一个朋友 但是你说你从来没跟他 没有 不敢 不敢 那你对别的朋友 你也会这样子资助他五千块三千块 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这个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确实了解他的家境 就好像上一回 南部有一个小孩子 眼睛需要开刀 也是透过TVBS的媒体跟我讲 我不也就是很坦然 他说不要紧十万块我出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没有了 心里面坦荡荡 丝毫 没有一点邪念 或者淫荡 阿基斯再一次跟各位澄清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他把你当做第二个老公 是这样子吗 我不会这样子想 但是我只能够说 这一位朋友呢 他很主动很热情 这样子 那他有主动跟你示爱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在车上就是抱个老公 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啦 就这样子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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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拒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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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拒绝啊 可是你是以一个关爱的心情 来照顾这个事 对 对 因为 你示爱的时候 你没有拒绝他 没有 因为我没有拒绝他 我是 希望这个东西过来以后 我让他情绪先缓和一下 先缓和一下 我也很清楚的去表白 我是有家庭的人 我玩不起 如果你是真的这样子玩的话 到时候我的太太告你 你怎么办 好 请问一下 一桌看加码爆料 五年前就算 是真的还假的 其实好 那我再回最后这个问题 其实 我老婆呢 刚刚你提到 她没有亲自出面来帮我 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我 用一个方式来回答 我太太呢 乡下的女孩子 口条没那么好 那么 她尤其碰到这么多媒体的时候 她会紧张 她会紧张 本来我也期待 她能够站出来 挺我一下 她说没有问题了 老公我们绝对挺你了 但是如果我们站出来 会不会让人家怀疑 你是那 你在拉着老婆 在做牺牲打 在演戏 这一句话 把我打醒了 那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过程之中 有没有请老婆出面来帮忙 呃 去跟这个陈小姐来做一个沟通 没有没有 因为没有发展到 就是说 在床上怎么样都没有啊 那而且她也帮助我 把怎么一个 这么一个那个 手机的号码都换掉了 我们就拒绝往来了 就这样了 这个陈小姐 已经对您的生活 已经造成了困扰了 所以对您的家庭来说 老婆是不是应该出面来帮忙 做一个处理 但是这个困扰呢 我认为身为一个男人 你自己应该要有这个智慧跟责任 去做好面对跟解决 那如果一丁点外面这种事情 动不动 大小事都跟老婆打报告的话 你也有欢喜啊 今天怎么好像把所有的责任都解决了 谢谢各位 谢谢 都讲了 今天好像说是陈小姐主动 可是阿基斯 您也是有医院去帮助她 关心她 知道她有这个状况 但是第一次有亲眼 第二次你就愿意再这样跟她出去 你自己难道都没有防备起吗 为什么都把责任推在那个陈小姐 没有没有 这个也不是推在这个陈小姐上面 我也绝对不会推 重点只是 当两个人接触的时候 隐密的时候 很自然的一些动作上来 那我们最严重的打 就是更进一步的动作不行 那你说轻一下 轻一下国际礼仪啊 我们有多少朋友在马路上碰到 不就是 欸 哈喽 怎么样 就是很自然的 没有过多的一些邪念去解读 这么些个互动 没有啊 就嘴巴碰一下而已啊 里面舌头没有喇来喇去 OK啦 师傅你有考虑过 我们在公开场都讲过了 跟私底下做了 谢谢 好 公开场 对粉丝做这个动作 跟私底下做 都讲过了 一把十 都回答过 谢谢 谢谢